Hello 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我剪了頭髮之後 是怎樣去Style 我今天就想由頭髮的保養 開始講起 其實我平時就用這兩支 手頭水和護髮素 這兩支東西的背後 其實就有它的故事在裡面 上一次去日本在日本的酒店 就用了這兩支手頭水 又覺得特別好用 很滑,總之就很正 我在想,到底日本的東西是否特別好用 又不是,因為我記得另外一次去日本 那間酒店裡面的手頭水 是沒有那麼好用的 日本的藥房就掃貨 好像大陸人來香港掃奶粉 我就去日本掃貨 發現原來這支手頭水 都挺貴的 沒理由這麼多支真的帶回香港 就重死我 放棄了這個念頭就覺得好用就算 我又不是長期住在日本 沒理由用一兩支就算 用一兩支就有什麼意義呢 但誰知道我媽媽 原來在759亞順屋 發現了這兩支手頭水 然後就立刻進入貨 我也挺有信心可以推介給大家 因為我原來買了很多 之後就太開心 就在那裡派手頭水 派了給很多朋友 其實他很多朋友用完之後 都覺得這支手頭水真的很好用 他好用什麼呢 我就覺得他真的洗得很乾淨 但又不會乾 頭髮用完之後又很油順 總之Overloat也是一支很好的沙漏水 之後也是跟大家一樣 洗頭水活髮素 沒什麼特別的treatment 如果頭髮乾的時候 就用這支活髮油 其實我之前很久以前的 Favorite Video裡面 都說了這個活髮油 我弄一下髮尾 這樣就沒那麼乾 洗完頭就會吹頭 吹頭也會用這個風筒 其實我自己也挺喜歡Amica的產品 不是贊助 沒有折 我自己買 這個風筒除了漂亮之外 他聲稱是不會傷頭髮 還有什麼科技 我都不太懂這些科技 但是感覺上 我用完之後 就覺得吹完頭髮真的沒有那麼乾 而且感覺真的快乾一點 吹完頭髮之後 我通常會摘個雞 首先我摘馬尾 然後把馬尾捲 捲完一住之後 我再把它摘成一個笨 這樣 我會摘著一個雞 這樣睡覺的 通常摘得高一點 就方便自己睡覺 就不會暈倒自己 就不會不舒服 睡得 摘著雞 睡覺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第二天早上 當你放下來的時候 就有一些很柔軟的 一些小小的wave出來 也挺漂亮的 然後就到大家最期待一拍了 到底我平時是怎樣捲我的頭髮呢 就是用這個 又是Mika 應該是他們最小的一個尺寸 其實我建議大家可以買大一個尺寸 如果大家不懂得掌握 其實會很容易變成一些 蛛尾的很軟的 捲的方法都要很小心 其實我之前都用過這一把東西 就是這個 在我的LORD HAIR和MAKEUP TUTORIAL 那個video裡面用過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捲出來是可以超級無敵的 但是為什麼我會建議大家 用一些比較小把的捲髮器呢 是因為 我的頭髮是假裝很有volume 假裝有很多頭髮的 所以你不能只在下面的髮尾的捲 最好捲頭髮的時候 就由頭髮高一點開始 就可以製造多些volume 和蓬鬆一點的感覺出來 所以如果你用的捲髮器 是太大把的 就很難會捲到頂 而且它出來的效果 都會比較粗一些 就會是很wavy instead of很軟 而且這個長度 如果你只是捲尾的 我覺得有少少很累積的感覺 就好像所有的軟都在尾 所以我建議都是 就是由頂部開始捲好一點 那到底我怎樣捲呢 其實我每次就要拿一輯 比較大一點的頭髮 千萬不要這樣 小小速 小小速就變成了 那些頭髮 那就大速一點 之後就捲 記住 因為這個也挺熱的 大概要3-5秒就很放 放下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那個軟也挺特別的 就是挺漂亮的 有texture也來 有軟軟的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你每一次捲的方向都很重要 通常我就是一輯向前 一輯向後 千萬不要全部都向外 或者向內 那就會很怪出來的效果 記住要輪著來 你的頭髮就會好像有很多volume 而且好像有很蓬鬆 也很有texture的感覺 出來了 捲好整個頭髮之後 你就用你的雙手 插進你的頭髮的根部裡 在根部裡輕輕的 插進去 就會有些很蓬鬆的感覺 之後呢 我就用這個 這樣的 Mousse 其實 真的沒什麼所謂 你塗什麼都可以 因為這個 都是我隨便在家裡找到的 好了 大致上都是這樣 希望大家會覺得有用 其實整件事都是很簡單的 所以每次 都不同的 時候亂一點 時候亂一點 很隨便 但基本上我也是用這個方法去做的 希望大家覺得有用 我會很快見到你們 拜拜